法国总统马克龙 马克龙开始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以来 西方国家领导人与普京的首次会议 马克龙促请各方保持冷静 并认为挑衅行为不是缓解僵局的解决方案 马克龙近期努力推动取得外交成果 分别完成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及乌克兰基辅 马克龙8号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普京已经向他保证 不会让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局势升温 但马克龙估计将局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解决 法国官员声称 普京和马克龙进行六个小时的对话后 承诺不会进一步执行军事行动 然而泽连斯基对俄罗斯做出的承诺抱持怀疑态度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当天随即否认马克龙的说法 指俄罗斯没有和法国达成更何协议 他还说法国虽然是欧盟主要的成员国 但无法代表北约与莫斯科谈交易 IF准计算emen 可极似算 hoş 秋房 平安 顶尚 Data 谢谢观看